9月23号下午13点35分 爸马俊尔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组妈妈们天团惊艳亮相的组图 微博中说本周夏克力因腰伤缺席 妻子黄嘉谦代夫出征 除了黄嘉谦外 其他妈妈也将在本周惊喜现身 刘业的妻子安娜 林永健的妻子周东奇 王宝强的妻子马荣 还有邹世明的妻子冉莹莹 奇奇亮相 安娜带着诺伊帅气登场 我们的小王子又回来了 网友们见到这些妈妈们也都纷纷热烈讨论 萱萱妈妈标准的东方美女 诺伊妈妈和大俊妈妈都是实在人 知道要去干活 所以穿的都比较实用 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传一组 萱萱最萌侧脸照 照片中诺伊在哭 而萱萱站在一旁 似乎在劝诺伊不要哭了 照片中萱萱肉嘟嘟的包子脸 粉嫩光滑嫩的都要流出水来 让人看了忍不住想要捏一下 所以就有网友调侃说 看了这张包子脸 陈妍希和邓紫希的 只能靠边站了 9月23号下午13点35分 大马俊尔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组 妈妈们天团惊艳亮相的组图 微博中说 本周夏克力因腰伤缺席 妻子黄嘉谦代夫出征 除了黄嘉谦外 其他妈妈也将在本周惊喜现身 刘业的妻子安娜 林永健的妻子周东奇 王宝强的妻子马荣 还有邹世明的妻子冉莹莹 奇奇亮相 安娜带着诺依帅气登场 我们的小王子又回来了 网友们见到这些妈妈们 也都纷纷热烈讨论 宣选妈妈标准的东方美女 诺依妈妈和大郡妈妈 都是实在人 知道要去干活 所以穿的都比较实用 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传一组 宣选最萌侧脸照 照片中诺依在哭 而宣选站在一旁 似乎在劝诺依不要哭了 照片中宣选肉嘟嘟的包子脸 粉嫩光滑嫩的都要流出水来 让人看了忍不住想要捏一下 所以就有网友调侃说 看了这张包子脸 陈妍希和邓紫希的 只能靠边站了